这个雨昌暗潮得沸沸扬扬 使得前行政院长谢长廷 这回他也自掏腰包 在平面媒体刊登半版广告 他就说从06年他选台北市长 还有08年他选总统大选 那个时候都是因为国民党抹黑 那么主要他们抹黑的手法 就是先由国民党 每逢选举的时候 明代来乌龙爆量 然后接下来就是司法介入调查 来扩大渲染 最后导致对手大受影响而落选 他说自己过去就是受害者 因此他现在要蔡英文小心 也呼吁国民党停止这种抹黑奥包 翻开报纸 翻版广告大大的标题 写着国民党抹黑奥包 吴敦毅绯闻录音带又重现江湖 原来是请行政院长谢长廷登广告 指出过去2006年及2008年 台北市长及总统大选 遭国民党抹黑因而落选 希望这回大选来迎别再 故技重施 抹黑在选前 都是请卫证的人收谎 在电台在媒体指控我 但是四年现在被判罪 不能还我公道 所以我很担心 他们今年又用同样的方法 来抹黑蔡英文和苏家杰 谢长廷火力全开 将炮口指向吴敦毅 指控国民党这回在宇昌案 及其能事抹黑蔡英文 其实两人恩怨早从1998年 高雄市长选举就已结下 接着高捷BOT到最近的爱河政绩 都曾是两人的激烈战场 谢长廷自掏腰包登广告 这只是第一篇还会有续集 不必蔡英文来指示我 我自己为我一生的清白 那我自己登广告 我自己负责 看我讲的哪一句话 有不对 他们都可以告我 强调赶登广告就不怕被告 谢长廷说自己吃过亏 可不想让小英也受害 向吴敦毅喊话这回选战 可别再耍小伎俩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